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北约峰会 被媒体认为是北约历代以来举行的最重要峰会 因为此次峰会 北约制定了一项新的战略愿景 获得批准后将定调接下来十年的北约优先事项 根据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 北约目前正在努力加强其东部边界 但在支持和参与乌克兰持续战争的程度方面存在分歧 北约中的鹰派阵营国家 包括英国、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 都热衷于彻底孤立俄罗斯 而德法持反对的态度 马克龙在6月16日访问基辅期间再次发出警告 欧洲最终将不得不重新与俄罗斯打交道 他说我们欧洲人共享一个大陆 地理如此顽固 以至于最终很明显 俄罗斯仍然存在 那么在峰会前夕 我参加了德国智库席勒勒研究所举办的一场 关于俄乌冲突和北约峰会的线上讲座 与会嘉宾就提出 欧洲是俄乌冲突中最大的loser 失败者 欧洲对俄称策受到英美的裹挟 而促進的市場推移亞洲水平的價格 那些意義,美國沒有反應全負責任 它們現在是否本身的旅行 而 Washington 美國營業在低負責任的地方 中國是無敵的 而中國是很重要的交易協定 乌克兰危机也暴露了北约仍然是一个 由美国主导的联盟 美国继续补贴欧洲的国防开支 自冲突爆发以来 欧洲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实际上已经增加 2月之前 美国在东欧有大约6500名的士兵 占北约在其东义前沿部队部署的大约60% 冲突爆发之后 美国向欧洲派遣了额外的增援部队 使部署在东部的美国部队的数量增加了两倍 尽管欧洲盟国也向东部地区派出了一些增援部队 但美国现在占北约前沿部队部署的80%左右 这是不可能持续的 激励欧洲盟友获得保证 其自身防御所需的部队和军事能力的唯一途径 是美国从欧洲的主要防御者的位置上退下来 也就是说 北约不应由美国主导 欧洲成员应承担提高北约高战备部队规模的主要责任 而美国则被定位为最后的安全保障者 那么有媒体就给此次拜登参加北约峰会之招 称他应该协调一致地推动加强北约与欧盟的安全关系 美国应该在马德里明确地支持欧盟的防务倡议 表明华盛顿认为这些倡议不仅是对北约的补充 而且对在联盟内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支柱至关重要 但不知道这样的建议拜登是否会听进去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